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私房茶 华龙春 新茶即将上市 欢迎选购 少少鳄鱼马了解一下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了 我们前几天 讲了一个不折腾的问题 今天继续来探讨不折腾的意思 有人主张 不折腾是最高的智慧和善政 这是在网络上传播的很快 但很快就被屏蔽和删除的一篇文章 这文章的题目就不折腾 是最高的智慧和善政 这文章指出有一种说法 认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只是历史的偶然 也就是说假如当时没有邓小平 其他领导人也会搞改革开放 这一线 以前人者见者 连者见人 智者见智 也许有人说 当时陈云就提出 我不能来当 要有懂打仗的人来当 我没打过仗 其实陈云是有参与过打仗的 是谦虚而已 在这里面为什么谈这问题 就是说 当下中国人要面对的局面 做一个推论 这结论呢 就是说 可以这么得出 没有邓小平 就没有改革开放 虽然顺应的大事 但要承认不可否认 巨大的官僚体系和惯性 改革是否必然 是否有那样的力度破例 是否会巧妙善意的 运用那种形式 改革的速度规模 就很不好说 谁也不一定能够有 当时这样一个决断性 特别是在两个凡事 毛泽东的印象 极左路线 还甚嚣成上的时候 今天的人们 没有办法想象 文革刚刚结束时 整个社会思想 僵化到什么程度 现在可能多少 明白了一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精英城 基本上没有声音 精英城都不敢说话 谁有胆量和气魄 就打破常规 即使一个胡耀邦 实践检验真理无意标准 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形成一个 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局面 他意思是说 如果当时没有邓小平出来 最多就是回到了50年代 60年代文革前的路线 当然可能要比文革 十年要务实 但是小修小补 今天我们所处的这种 开放市场经济 无法想象 这个作者很感慨 这在合理的历史趋势 假如没有人以坚强意志 强力推动 那是不可能实现 他那位邓小平的难能可贵之处 就是对内不折腾 对外桃光养晦 死死抓住了这几十年 难得的国际环境 果断的把中国送上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邓小平的意义 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 觉得这个是注重实际的人 在那个时候 中国的政治情境 最关键不是说而是做 为老百姓要的是理智 不是面 但有些事 就到今天争论了半天 也是争论不出结论来的 争论不出生产力 争论不出综合国力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是靠争论靠打嘴仗胜利 他提到了1978年 1978年12月13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他做的那个讲话 这个收录了邓小平文学 叫解放思想失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其实到今天也是这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三句话有丰富的潜台词 有高度的政治智慧 有无穷的后续可能性 他能去13句话 除了邓小平 别人想都想不到 想到不敢说 说出来也不管用 你觉得这样的人 说出来才叫落地有声 他讲到了恢复高考 77年8月3号 那个温元凯提图 16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 志愿报考领导批准 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马上说 四分之三采用 第二句领导批准给打掉 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 不需要领导批准 在此之间 不需要领导批准是破天荒了 领导不批准这事怎么办 会不会犯错误 领导不批准 领导的权位在哪里 党委的权位在哪里 对不起 考试是个人的权利 不需要领导批准 这个领导操心操得太多 有时候是需要休息 这句话可能有潜台词 所以才会被干掉 这文章 邓小平就是这么明朗 比如说停止上山下山 让志愿回城 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岗位 很难接受这么多人 没办法安置怎么办 搞出大乱子怎么办 谁拍这板 邓小平 比如说包产盗户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不同意 结果在80年 做了一次讲话 关键时候专门表态支持 农村包产盗户的政策 这就关于农村政策的问题 所以这个作者很感慨 他说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 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眼界 意志 还有威望 三者居其一 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见 三者居其恶 也有 三者都具备了只有邓小平一个人 但是他说邓小平看上去 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想 思想深刻 满怀愿景 什么理想 什么中国梦的人没有 今天很多人的批判 他拿猫论摸石头过河来说事 南昌大桥那两个黑猫白猫搞得了当地任何一届领导人 有刚才猜也不是保鲤也不是 回避了猫论的问题 邓小平不搞宏大构想不搞远景规划 他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当时的中国最了不起的地方 为什么呢 历史上 各种各样空头支票漂亮口已经把人害惨了 邓小平也曾经经历过这事 他不愿意这么做 而且呢 这个老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打桥牌上 但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要让下面的人解放思想 胆子大一点 步伐快一点 先干起来说 错了再改 别太出格就行 好像华国锋也说过类似的话 胆子大一点 步伐快一点 错了再改 别太出格就行 这什么意思呢 最上层的传统的治国理念 就是这个 最上层无为而至 上层无为 调动的是下面的人的积极作为 所以邓小平说过 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 要尽可能少管 有人少管就有人多干 上面多干是添乱 下面多干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所以他跟金庸说 政治家不要足以太多 的确 也没有那么多尽是可知的 实权大不安 没有了尽是可知的圣人 领导 尤其是最高领导人 不可能足以多多 诸事接管 也就是人们对现在小组长治国 很多批评 跟这个有关 但凡伟大的领导人 一定要英明 一定要卓越 这个很少 所以一旦讲话一定很重要 指示一定很英明 这个作者很直接了当的说 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特别强调 所谓的不折腾 就是无为而至 无为不是不为 恰恰相关 这无为而无不为 要给老百姓留下空间 给社会大众留下选择 给企业家有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空间 那余地 这就是思想解放 什么意思 这就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致 他说邓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 心里装着国家 眼里看着世界 不封闭不乱来 他在世的时候 老有人浪浪 那个时候已经跟美国全面对抗 老邓说 我是会打桥牌的 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 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 那好了 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评价 我想今天也罢 曾经也罢 有三个纬度 使命担当和局限 每个人都有局限 没有那么卓越什么领导人 毛泽东都不用卓越 伟大就已经够呛了 那么好了 从这三个纬度来看邓小平 我们知道 每个时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 问题集中的表现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 因此要对主要矛盾破题 对主要矛盾突破 要主要矛盾解决 就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使命 破题 突破解决 顺之者昌 力之者亡 这是历史决定论 邓小平决定改革革命的年代 主要矛盾是人民 力之以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跟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当务之急的苏共已经垮台 如果中国人民再继续穷下去 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 这是个大考 对这个问题呢 老邓是清醒 而且是始终是清醒 在担当这个问题上 老邓丝毫没有犹豫 那个时候的改革开放 步伐要大一点 其实呢 我们也知道了90年代末 2000年初 蓝巡讲话前后 党内的主力 比今天的所有人想象要大 老邓呢 是大步快走 西方国家对中国都有误判 好像以为中国已经和平演变 大跨步的改革 大跨步的拥造世界 老邓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和大家的不理解 所以他担当是足够 没有邓小平的担当 他的结论是 今天中国不会有如此的成就 讲了局限 这个局限叫双引号 这个局限不是一个人的局限 而是历史的局限 邓小平的历史使命 按照这个人的作者的说法 已经超额完成 没有理由苛求他 当然他有这样那点问题 历史局限性有引号 也有不需要引号了 这个文章的要害 最后一句话 当代的执政者 需要好好读一下邓小平的理论 他说我们需要的是 有邓小平的智慧和胆略 来解决好当前的问题 当前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当前是什么问题都有 第一 对邓小平这方面认识的评价 未必很多人会接受和认同 但平心静气往回看 你不持任何政治偏见 多半会接受这篇文章的观点 第二 一个真正能推动历史的人 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眼界意志和威望 三者单其一 在77年不少 三者居其恶也有 三者具备在那个时候 他认为只有邓小平这个人 好了 现在 现在叫做百年未有这大变局 当年那句对邓小平的评价 是不是也可以成为 对现在领导人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第三 没有那么多近视皆知的圣人 领导也不可能足以多多诸事接管 讲话必须要重要 只是一定要英明 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讲得很好 所谓的不折腾 是无为而不不为 给老百姓空间 给社会大众选择 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致 要不要再来一次 思想解放呢 搞不搞得起来呢 第四 我们也强调 邓小平不是玩人 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有引号和不带引号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讨论和提醒的重点 不折腾是最高的智慧和善政 看来人们对最高的智慧和善政 要求其实也不高 只是希望不折腾而已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这就是我这一点 不仅意的吗 这就是他那种 因为他的虞悦是最高的智慧和善政